微微开始就这个距离 看到了吗 不要这样 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又不飞 就是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开始训练其他三个手指了 那么我要说一下 在发力之前 在发力之前 你先找到这个四指 我们先从这个打指开始 就是第四个手指 放到刀的那个位置上 放到刀的位置上 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放到刀的位置上 我们要预备弹之前 你看 不要高抬指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不希望你们是这样 这样 使劲往上抬 你这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真的不需要 你现在就按入我的这个方式走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稍微好一些 放在这个刀的位置上 微微抬起 微微抬起就可以了 只要能离开弦就可以了 离它越近越好 离它越近越好 然后我们开始要弹奏 那么又出现问题了 往哪个方向弹奏 是往掌心的这个方向弹奏 这个没问题吧 对吧 往掌心的位置弹奏 那么具体 往内弹的时候 到哪停啊 什么是限度啊 哪里是 哪个地方是刻度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衡量 你看 弹刀的位置 弹刀这根弦 勾进去的位置 到Ride的那根琴弦的位置 也就是一根弦的位置 看到了吗 弹高 那么往掌心方向带动 停在哪呢 Ride的那个位置 能明白我说这句话吗 明白了吗 你明白的话 你先打个明白 然后我先得知道一下 我怕你听不懂 我可以再讲 好了 好了 那我开始了 这就是我们往掌心内的方向的 这个要求的这个限制 我说的这个限制和界限 就是到下一根琴弦的位置 千万不能 看 你听这个声音 就能听到松软了 你听这个声音 R 它永远有一个可图性 你看 你就在这必须得杀住 杀住车 那么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还要保证什么呢 他们迅速回到原位 你看 看我四指 他们迅速回到原位 往内勾的时候 勾到Ride的那个位置 但他们迅速要回到原位 你的手要回到D的位置上 看 你会发现 这样的时候 你的掌心的肌肉就在收缩 快速的收缩 那么就是练了我们的 每一条的这个肌肉的线 这个肌肉量 肌肉的力量 明白了吗 就是在练我们的肌肉力量 这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训练 因为我健身 我是 动作我根本做不了 无法做 因为我的肌肉没有支撑力 但是呢 我会跟着教练的这个要求 努力往那个方向去走 慢慢慢慢 两次三次之后 你会发现 自然就通了 你自然就站住了 那就是你的肌肉 已经达到了一种量的积累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技法 这个技法 我的学生 秋天地 公主 大学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 我全让他这么练 必须得练 而且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就发现 手掌发热的特别快 甚至会出汗 甚至会出汗 就是因为它 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收缩 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就 一样的 一定要举一反三 这个内容其实真的 很好理解 我讲完这一根手指 其他都是一样的 四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每次弹八个 好 换手指 弹第三根 举一反三哦 弹Ry的时候 进去的那个位置 在哪 在咪 在咪的位置 那一样的 迅速发力 指尖迅速发力 回到 好 弹十指 你看到我有一个动作了吗 诶 放下来 因为四指的重心是前倾的 中指就会稍微往后放一点 十指更要往后放 因为你看 你只有这样才是最松弛的 如果还在刚才四指的那个位置上的话 你就是架尖的 所以整个运行是这样的 看 有弧形的 有弧形的 四指一定是前倾的 中指稍微靠中 十指靠后 几乎贴到大指的感觉 能够让你的重心能靠到大指上 很实际 你看我时刻的保证 我的这个小手是半握拳的 小手 手 半握拳 半握拳手心 好吧 看好啊 看八下 这只看不看 放到底 看 检验一下自己 放松了 然后加速一倍 简单吗 其实这个技法我觉得没什么可难讲的 但是得让你明白这个概念就行了 就这么去练 然后练好了之后 你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四三二三 四三二三 当你运行起来的时候 就不用再快速回到原位了 你看 你就把四指 你看四指挞完之后 搭在三指的位置上 三指挞完之后 在十指的位置上 三指挞完之后 在大指的位置上 你看 这个动作是有一个微微的带动啊 微微的带动 你不带动的话 你带动 肯定 指尖就力量不容易通 因为我们的琴弦是弧形的 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个手 手的这个行 运行去走啊 四三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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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 然后四二三二 看到了吗 四二三二 四二三二 第三种 二三四三 你可以自己随着自己的这个能量去加速啊 重要的就是保证它的每一个声音都是这样有穿透力的 有穿透力的 你们很多人弹琴手指软 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练过 让自己认认真真去练过 你说你每一个手指像我这样踏踏实实练 你练三天 你就已经达到了一个 你就能够 就已经能站起来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能站起来了 你站起来之后你再去想怎么卖腿怎么走 然后带到最后怎么跑 所以说你这个这个过程实际是先让你站起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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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要点 是练我们的手指的肌肉力量 为什么说不用练大指 我觉得大指不用练 你大指你看你就放在这 你可以你现在谈大 练大指的话也可以单练一下 你把你的这个 我看啊 就这样 你把你的小指四指中指放在兜的位置上 小指四指中指放在兜的位置上 然后大指弹搜 弹搜 十指千万别翘 你就自然松弛放在这儿去了 为什么你不能放 你一放到你应该手形成这样了 啊 十指不要放在弦上 就放在这儿就可以了 还是保存这样最放松的状态 好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 大指有的学生有问到的 到底用小关节还是大关节 没有用绝对性小关节的 怎么小关节怎么弹 那不出来是这样的吗 用小关节的话 你看我在做小关节的动作 那弹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听到了吗 全是滑弦的声音 所以一定要带动你的大关节 要带动大关节 只是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有这个限制 就是这个界限 你不能把手全都握在掌心里了 那我觉得可能过了 这个界限 差不多就到 你大指本来就在十指的外侧嘛 半卧圈 对吧 你看 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你看 跟你的十指 别到十指的里面 放到十指的外侧就可以了 拖到十指的外侧 就这个距离 差不多 差不多了 也可以这样 12345678 很简单 就这么练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练 开始怎么站立的 第二个呢 就是惯性贴弦练习 你看我知道惯性了 我是在我的教学当中特别讲究惯性的练习的 因为我觉得惯性呢 就是能够让人就是说 我想到了就是我小时候学自行车 一开始你看大家骑那个两个轮的自行车的时候 一上去肯定骑不起来 对吧 甚至腿还没蹬你就歪了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好像应该都会骑两轮的自行车吧 那你想想你是怎么能让自己顺利的越过这个难关的 就是在像我说小孩直接走路是这样 开始摔摔跤 你反复的在扶正 但是你总有一个方向你要直线向前 尤其当我们在学自行车的时候 我记得特清楚 我低这个头 然后怎么也那个骑不起来 结果我爸爸就说 你别怕我在旁边扶着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摔到 你的脸往前看 你就往前看 你觉得你就能骑起来了 你就往前飞 然后我真的当把头抬起来的一刻 然后脚开始运行的时候 就顺了 就起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要找到这个惯性 就是惯性的时候 就是让你抛开这些那个叫技术负担 你放在这儿 很自然的 你看 这儿像什么爬音啊 像爬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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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在弹奏它之前 要注意什么 重心前倾 其实我讲到这个方法跟讲爬音是一样的 爬音跟这个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你弹爬音之前 不是说放在这儿就直接 如果说我教学的话 我会要求学生 在爬音之前 重心向前 然后 这个带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是向后下方去运行的 因为你最重要的要落到哪儿 落到大指上 所以大指是最下方 你这个运行过程是要有的 而不是端在这儿 不是这样的 而是 它都会有一个重心先靠前 往后带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我觉得这个声音很饱满 而且很顺 所以说我们弹这个贴 惯性贴弦练习的时候 跟弹是一样的 把手指头放在 Doremi Sol的位置上 放好 这个就让你开始放好了 放在琴弦上 因为是惯性嘛 所以就全部都放在琴弦上 然后在弹之前 找到重心前倾 那么前倾 倾到哪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 没办法去衡量它 拿一个数据 没必要 你就倾到 你觉得你能够方便 弹四指的那个位置就好 你太前倾了 你怎么弹 你也弹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相对的 自己去找 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 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标准 所以就是 你觉得 你是很舒服的 在这个位置上 能够弹四指 弹打指 弹四指 这个位置就是 适合你的位置 重心前倾 然后在弹奏的时候 你看我们 四指 弹完之后 你看 力量 力量 靠在了中指上 手的位置 也在中指 这个位置上 你看我四指勾进来 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在你下一根弦的 这个位置上 而没有钻起来 然后 中指 搭在 食指上 食指 搭在 大指上 你看 我是一个一个 点下来的 你听着每一个声音 都是最放松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办呢 你看 端着 就会弹不下来的 你可能适合弹四指 中指 食指就不适合 放松 靠到大指上 大指 听起来 完了 结束了 我讲完了 我演起来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 惯性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刚才因为前面 说了手指的 这个界限 所以你在弹奏的时候 你的手就不会 像两只二五爪 会很 动作很大 手不会散 你会收着 你就感觉像 握着一个小拳奏的感觉 你的手是很有力量的 你这个握力 是很有力量的 这四个手指一组 大指一组 你这个掌力 是非常有握力的 而不是松垮垮的 也就是说 整个运行是 头起 尾收 对吧 头起 中间的过程 不用纠结 带着顺带着走 就可以了 到尾巴收就行了 就这样的 好吗 然后 第三个问题来了 不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来了 第三个训练方法 惯性离弦练习 惯性离弦训练 就是刚才我们是 惯性贴弦训练 对吧 放在琴弦上不就是贴着了吗 我们第三个是惯性离弦练习 就是我们要离开它了 不要再放在琴弦上了 但是想想刚才弹奏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来着 四指中之心前倾 然后向后下方带动 对吧 好 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 是不是有点像抚摸的这个动作 感受一下 我交小朋友的时候 我就会用抚摸的这个方式告诉他 因为最易懂 你摸一下你就感受到了 我就说摸小动物 摸小狗 有给他们讲 有的时候会这样 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抚摸 你看抚摸的时候是什么 因为你抚摸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摸 不是这样的 对吧 你看 你摸的时候 先有掌 后有指尖 最后戴起来 看 是不是这个过程 把它放慢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在弹惯性离弦练习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动作 这个运行动作 像抚摸的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 看我手 好 我现在弹了 你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切记跳手 保持我们的手腕平稳 这个是一定要保证的 我看一下 我在做个抚摸的动作 然后你再看我弹 是不是就是抚摸的动作 能看得懂吗 能看明白吗 你们在下面给我点回应 这样我就知道 你们是不是真的懂了 如果不懂我再讲 明白了吧 好 有些不懂 有人说有些不懂 那个有些不懂 你是不懂什么呢 你看 离弦 就是我们不要贴弦了 你看 就是不贴弦 但是每一个 你看整体的运行的动作 它就是像一个抚摸的动作 只是你 像刚才是贴弦练习 看爬音一样 这个没有 那离弦的时候 只是让你的手指离开了琴弦 只是离开了琴弦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你 它的整体运行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并不是把手端在这 手指弹奏 我现在讲的是惯性离弦训练 惯性 我是在找惯性的 明白吗 在这个惯性的过程当中 找离弦的方法 保持手腕平稳 保持手腕平稳 切勿不要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做不到我手的抚摸了 对吧 所以我一说抚摸这个动作 就是在约束你手腕跳手 就是在约束你 所以说你要按照我的这个思路走 你不要跳 你按照我这个思路走 你就能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怎么让手不跳 怎么让手不跳 你的手你自己才能控制它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尽量要做到手腕平稳 尽量做到 你在这过程当中 肯定你在弹奏 尤其是你之前可能有错误的 这种训练方法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弹琴都会跳手腕 你看我现在已经说了 找这种惯性的离弦训练 这个动作就像抚摸一样 这个过程是不是在约束你 不让你跳手呢 那你看你就按照这个方式走 四指弹做完了之后 重心靠到三指上 三指弹门靠到十指上 十指弹门靠到大指上 大指提起来 然后连起来 惯性 找一个一瞬间的力量 惯性训练 整个动作就像抚摸一样 四三二都是放放放 完全放下去的 看到没有 四三二是不能提的 到了大指 还是手才能提起来 应该这个就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能听懂的吧 比如你们说 那我还是很僵硬怎么办 我还是跳怎么办 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就我没办法了 我要能把这个给你们解决的话 那我不成神仙了吗 这个东西 手部都是自己来控制的 我只能说 我告诉你 不让你 让你切记 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是在约束 是在约束 但是到具体 自己怎么去运行的时候 你是要自己控制的 尤其是 当你有了一个基础的情况下 之前可能不是很正确的 你就是在往回掰 把这个技术掰回来 把这个概念掰回来 好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明白的 如果有 可能有同学不明白 没关系 你再稍微吸收一下 你可能就明白了 你可能或者你 前面就没有认真听 好 第四个 就是叠加式的惯性训练 什么叫叠加式啊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四个音为一组 道人比稍微一组 可以增加组的数量 比如说 先弹一组 刚才就是 你看 第一组 对吧 我们可以弹两组 可以弹三组 可以弹四组 一直持续找这个惯性 不管你中间弹了多少组 都是头起尾收 你看 只有这个过程当中是不起手的 最后一下才是起的 但是不然起太高 我只是给你大幅度的做一遍 你看 其实最后的尾收是落在大指上的 所以你中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证尽量什么呢 手是平稳的 你会发现用这种惯性的训练的时候 比你 就是自己一个单单量练的时候 会有效很多 就是找惯性 你先弹一组 你弹好了之后 我试试两组 放放放放放放放提 三组 放下放放放放提 就是你中间要一直用意念强调让自己是放的 这是不能跳手的 好 然后再用科学化 第五点科学化的速度练习 就是两组慢四组快 这个没办法 两组慢四组快 然后你慢慢慢慢这样你的手就溜起来了 就溜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训练过程 它都是刚才你要从第一步开始 到我的这个第五步 你才能明白这个里面的讲的这个过程 是它说是环环相扣的 知道吗 环环相扣的 你要直接听第四个 你肯定听不懂 你必须得从我刚才从第一个开始说 也就是说在这个五步过程当中 你的指指力第一步有了弹性了 刚才大家说的弹性对吧 爆发力有了 掌心的力量练了 那么第二个惯性训练 找到它的这个 这个抚摸式的运行 你就知道这个演奏快速止序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在一个平面上去演奏 这就叫平面演奏 我们光用手指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 比如说 井冈山 你看我弹的时候 你看我的重心整个的这个运行 就是像抚摸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绝对不会在一个平面 我不会这么弹的 我不会拎着弹的 我一定是 都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运行的 像抚摸式的这种运行 所以你这样弹奏的时候 你离弦就会很近 离弦近的时候 就会避免失误和错误 五三二一怎么惯性 我听不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太明白 看不明白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五三二一 五三 五三二一 我没讲过这个五三二一 四三二一吧 说的是四三二一吧 四三二一就是说 那个这个分指训练 比如说顺的就是四三二一 那你也可以四二三一 我觉得刚刚大家说的 可能想说的是 四二三一 哦 说的是 好 就是反向的嘛 对吧 就是一二三四 直法 一二三四 其实就是什么呢 我们弹四指的时候 是重心先靠前 然后向后带 那我们从大指起的时候 该怎么办 你肯定不能起来 你要反 重心放到最 最深处 就在大指的位置上 向前带动 你看这个方向 就是这样运行的 反向的一定是从大指开始 从大指开始 也就是动作是从下开始的 从下 直不见 你看 到重心前倾的四指 这个中心是这样过去的 四三二一是这样过来的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逆分指 你们说的逆分指 有一个肉松小背说 是不是前面有人问 大指别怎么办 别别就行 这个话 要我也是这么回答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像你们问的 有一些同学问的问题 它根本不是个问题 所以老师没有办法回答 知道吧 因为是 有些东西是你自己需要控制的 你知道它不对了之后 那就需要你自己控制了 对 那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呢 确实有一些学生 他天生啊 他这个骨头啊 这儿软 就会这样塌进去 就会这样塌进去 我也知道会很多人 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你只能就是说 强迫自己 先练最简单的指法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肌肉关节 这个肌肉记忆 尽可能的把它 最规范的去练 你慢慢慢慢 你的手掌也好 或者肌肉也好 或者你这个 整个的这个手型的弧度 它都会有一个肌肉记忆 慢慢慢慢就会更好 这个大指扁的这个问题 真的不是有什么办法 能够解决它 真的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控制的 需要去控制的 因为我也有学生 大指往里扁 但是这个是他天生 他就是比别的学生要软 这个我觉得就 就是自己要控制 可能你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要比别人要多花一点功夫 去把这个问题克服掉 好 然后所有的路基本上 就是给你们铺好了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和心得 也是我教学的一个方式 你像邱定义 尤其是邱定义 因为邱定义他是 九岁啊 是九岁八岁 到我这儿了 那他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手指去训练的 我也小时候 也是在我的老师这里 一个一个手指 一个手指去训练的 我训练了九个月的时间 但邱定义没有那么长 但是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一个手指去训练的 公主也是一样的 因为公主是后来 他已经弹了很多大曲子之后 他想精益求精 他还是退回到原点呀 他还是要退回来 再去精进自己的这个手指的 这个这个这个机能训练 他才能更好 所以才会看到他们弹作品 完全没有技术的障碍 而且还主要关键是我们说 快不是目的 你在快的时候 你还能保证清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声音饱满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嗯 好 所以呢 轮指我下面会讲的 不要着急啊 轮指会讲的 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功的 快速止据的训练 就是这些 你们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练 我觉得 不能说你一下能够解决 你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会 会能够让你 这个有所收获 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好 所以 路已经铺好了 在这个方面上啊 就差什么呢 就差什么呢 你们来把那个字打出来 我看看 就差什么 就差什么 你们把这个答案打出来 打到评论区 对了 很有觉悟 对 就是恋 除了恋 没有别的嘛 好 我在 我在这个评论区里截了一个图 就是我们第二次抽奖 叫 九牛 第一个是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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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意外的抽奖 对 练 所以啊 练就完了 练就完了 就是不怕枯燥的训练 这个过程 你千万不要着急 如果你再着急的话 你又得退回来 你永远不去 不愿意去面对 这个退回原点的方式 那我觉得 你肯定在你这个 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你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 而且我觉得 你当你努力之后 如果真的还是效果 不佳的话 至少你努力了吧 但是我相信你努力了 经历过这个路途之后 一定也不会没有收获的 所以就是练习 练就完事了 好的 那我们下面啊 我再通过这个 四个小曲子的这个 这个技术片段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在曲子当中 怎么练习运行 我们的手指 我在那个海报里 说过 刘洋河 井刚山 打虎山山 还有灵安遗恨 然后的技术片段 就是很很短啊 我们就是随便找出来一句 然后就是稍微告诉大家 在你在谈这个作品当中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 这个前面的基本功 稍微训练个一周之后 你就拿出这四个作品的 片段练一下 其实很多人过不去的 也就是这些片段 其他的你当然需要 这个叫演奏的处理了 演奏音乐的处理 音乐方向的处理 但是技术上这个东西 就是练了靠练了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也相信大家 就是在练习这些乐曲的技术片段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谈不流畅 然后很多老师就会一句话 把你读回去了 说那就是技术不够好呗 其实当然是肯定就是这样的 但是也不只是这样 我又总结了六个点 我觉得不要都怪技术 不要都怪在技术身上 它不该承受那么多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第一点 其实当然就是技术不扎实 这个是必须要列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呢 你练琴时注意力不集中 练琴时注意力不集中 这个真的不要小看 包括我的学生 他在练琴的时候 如果他这周 他的回课效率不是很高的时候 我想都不用想 他肯定练习的时候 又不是想啥呢 他就没有专注 所以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一般都说 为什么要求学生 一定要达到 就是专业院校的学生 一定要达到五小时以上 就是说 如果你自觉的话 自觉的话 然后每两晚下喝口水 去个洗手间 然后朋友回个微信 这好不容易开始谈了 又想着 手机包又响了 然后或者有什么事 想想一会吃什么 那这些都是会让你练习的时候 注意力不够集中 所以你这个练习效率就会很低 练习效率就会很低 生活太丰富 心有杂念 第三点 就是说弹奏中过于紧张 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 有一些学生他就总觉得 就是说 总觉得就是能弹成演奏家 那种技术的那种 那种状态的那个人 肯定不会是自己 我觉得不要我们没有自信啊 真的是不要没有自信 大家都是这个过程过来的 都是这个过程过来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 你绝对不会是那个 永远过不去的那个人 只要你好好练习 一切都皆有可能 一切都皆有可能 包括我之前发那个打卡练习 下面评论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学生们特别可爱 有的说 哎呀我再过两年再来打卡吧 我想天哪 怎么能这样呢 还是过两年 过两年 哎呀 当然可能他也是开玩笑的 但我当然看完 也很好笑觉得 就不够自信 你就说我好 给我两周时间 给我两天时间 我来了 我就来打卡了 这多好啊 对不对 你给自己压力好不好 生活不要过得太滋润啊 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 不断的有压力才行啊 嗯 所以这第四点呢 就是说在曲目的快板中的时候呢 乐句的气口和重音的处理不合理 这也会造成就是说 你在演奏作曲的作品的技术片段的时候 老是感觉不流畅 其实很多在曲目当中的快速止序 它不是所有的音都是一样强的 你要是真正掌握了那个重心啊 重音的把握的话 正确的重音把握的时候 实际每一次的那个重音相当于就是一个助力 每次的重音就是一个助力 它都能让你很顺的带过去 所以这也是就是属于到的这个乐句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向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这个直播间里有没有听过我以前讲座的朋友啊 如果说有听过的 应该都知道 我一般在讲作品的时候特别喜欢划分乐句 然后以及该有的那些重音 有是不是啊 太好了 因为我其实很少出去讲座 所以好多人问什么时候 陈老师开班啊 或者你你什么时候就在哪有讲座 我很少出去讲座 我真的是还蛮少的 跟其他演奏家比起来的 当然也是因为平时就是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 可能时间也错过了 再加上我觉得其实再怎么样呢 我现在目前留校才其实才两年嘛 从毕业研究生毕业到现在 这个过程才两年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讲课是挺谨慎的一件事情 作为以前来说呢 我不太愿意出去讲课 我总觉得我是个学生 然后我总觉得就是说 其实可能我已经掌握了我一些小的方式 一些方式和心得 想能够很好的分享给大家 但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学生 然后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就是我这说实话 所以我不会轻易去讲课的 如果我讲 我就一定要准备好 然后就是那种 一般听过我讲课都知道 我是容易脱糖 但是也不会太脱 脱太久 大概就可能半个小时多那样子 但是我在这过程当中是不停的 没有休息的 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讲 讲到自己都会有点缺氧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就觉得 既然去讲就是要讲好 但是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 我今天也是有所准备的 才来给大家讲的 好 然后 还有呢 就是第五个问题 就是说为了敢进度 一口吃个大胖子 弹奏时不够严谨 速度不稳 忽快忽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在训练的时候 时机也是不高效的 训练练习的时候 就一定要保证 它的速度是稳定的 你可以 就是说弹 比如说 你可以加快 但是你要在它这个合理的科学速度里加快 快一倍 或者是怎么样 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那种忽快忽慢 忽快忽慢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指尖触弦的这个 这个敏感度 和严谨度 那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 就是说 弹奏的曲目 超出你目前的水平 弹 就是超出你目前的水平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弹不过去 你总下不去 那就可能你要想到 现在可能这个技术难度 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 这种能驾驭的实力 那就会出现这种 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好了 已经抽了两次了吧 抽了两次讲了 对吧 是抽了两次还是三次了 两次 好 我们现在要抽第三次 抽完第三次 我就开始讲轮值了 因为其实轮值 就没有那个 对对对 我抽完讲之后 我要先讲那个 四个曲目的快思点 那个技巧 好 大家还是一样的 好 大家这次扣二吧 好吧 扣二 来准备 准备 开始 你可以发过一次 再反复发一次 这都没关系 你可以再粘贴一次 运行起来 一二三 停 这是谁啊 两条鱼二 两条鱼二 这次是两条鱼二 抽到了第三张的前面照片 好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还有机会呢 不要着急 后面还有 那我现在就开始讲 我们说的这个 刘洋河 和 刘洋河吧 先开始讲刘洋河 刘洋河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 快思直律技巧 它升纹于是快思点 你看 你会发现它主要的技巧 其实就是勾像勾托摩托一样 那么这个勾托是什么 逆指 出现了逆指了 那么逆指的时候 我要特别要注意一点 让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 逆指特别考验 这个手指的这个 这个刻度啊 你看你弹咪的时候 你的大指就必须要在 right的跟前等着 看啊 你看 你才能更精准的弹到这个right 为什么好多人一弹逆指 就这样呢 因为它的大指 它没有准备 没有提前量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弹刘洋河的时候 你看 在弹奏之前 我的八度弧口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在嗖嗖 拉多那个嗖嗖的位置上 已经准备好了 看到啊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只需要 下手弹就可以了 好 好这个两个弹盘之后 看 我已经在提前准备我的膜指了 这个膜指的拉啊 然后每一个手指都是 你看提前量的准备 包括我刚才说的 随着你的手指 随着你的手的运行 因为琴是有弧形 弧度的 对不对 你摊高音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重心 放下 往下多放一些 往下多放一些 看到吗 尽可能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去练习 不要 不要端在这儿 只靠手指 而且再来感受一下 一气合成 就像我刚才说的 惯性训练 惯性练习 你看 整个就是用一口气弹出来的 中间不要换气 就是整个的手部也不要呼吸 应该一气合成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就是你当你划分出来之后 你这样去练 然后慢练 每一个手指像刻度一样 慢练的时候 往下 我们来做 相当于慢练的时候 就像放大镜一样 你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放大 让你静下心来 冷冷静静的 把每一个音弹出来 然后也去找一找 这个 弦与弦的 间距的 这个距离 这个手都有记忆的 那就是说 你可能这个拉弹弹成都了 你这个重心可能稍微到 再往前多给一点 才能到拉的那个位置 你下次再弹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多给一会儿 倒倒倒Ri之后 要到sou中间隔了两根弦 所以你的重心要提前到这准备 你不能 你看这样就很容易错 如果你有目的性的时候 一口气 这个时候的手 应该尽可能做到什么 平稳不跳 我说的一口气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跳手 然后再来 你看这个小撮 也是好多人弹出来的时候 都是不肯定的 我们一定要把 要归放我们这个节奏感啊 这都是一口气想起来的 不要乱动 在这个过程中 千万不要乱拧 这个手 轴关节不要乱拧 平稳演奏 然后 这个 这个拉高手拉 这个跨度比较大 好多人会在这错 所以我们要反复练习 提前量准备 你只要每次做到 提前量的准备 你就会发现 你的失误率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说一定不能忽略 就是我们的这个 提前量的准备 很多时候 演奏家演奏得特别快 你看不到他准备 实际上他都是有所准备的 他都是有所准备的 这就是第三句 这也是一个跨度 你就可以练着一定的 你看我的搜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 我不能 不能在这拎着 你看放到底 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 就是一个简单的作品 就能练基本功 特别特别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前面说到的这个手指的 这个位置 运行的位置 往掌心里弹 到底弹到哪个刻度 就是一根弦的刻度 你把这个基本功力好了之后 你上来就自然就能 有一个手指的刻度 这样你看你的手指 一直都在这个弦的跟前准备 想触都能 就是很自然就能弹过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训练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规矩 有这个规矩才能够达到 好 所以这就是刘弯河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去训练 其实你看 尤其咸与咸离特别近的时候 更需要我们的掌心的控制力了 更加需要掌心控制力了 好 第二个就是井刚山上太阳红 那这个太好了 这个练习的时候就是特别好 你看 就说到我刚才 你看我整个运行的方式 就是用像抚摸一样 看得到吗 像抚摸一样的这个运行方式 整个这是一切合成的 这是一大作 从拉开始入手 这是头 倒拉起 这是一大句 你可以慢烈的时候 先这么去找 一句一句去找 当你弹元素的时候 肯定是不能起得那么高了 那你这道必须得有一个收的概念 这个一定要有个收的概念 看你每刀面图到的时候 手指 看每一个都是提前 我慢烈就是这样的 慢慢走 很自然就能过去了 所以说一定要先慢烈 一定要慢烈 按照刻度性的这样去练 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拖 后面接的是 是连拖 所以需要你立刻把你的力量放到底 那很多人是这样 会突落过去 会弹空 那么证明你的重心没有放下来 所以练的时候 多放下来一些 你在弹快的时候 你自然都会有刚才的那个练习的影子 那就很自然的 就能有一个过程 就让你能牵制 这是找中音 你看它是有中音的 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强的 当你找到中音之后 每一次的中音都是推你的那一下 就跟滑冰似的 一个力量蹬出去之后 剩下的力量是顺带着过去的 滑出去的时候是顺着刚才那个力量 惯性过去的 怎么会有人说西楚霸王 你们聊到什么问题了 聊到西楚霸王 都没有好好听课 然后中音又来了 只有那几个中音 没有中音的时候平稳弹奏 不要乱逛 不要乱动 不要乱拧 你看找到中音之后 很顺着一句弹着 那很多人弹的为什么好难啊 觉得它都一样强 所以就会很难 你要找到中音 不该用这的时候不要用 因为我们弱的时候一定是先意后扬 弱有它弱的目的和道理 在这儿开始起呢 这就起来了 包括我们在弹奏乐曲的过程当中 对于咬指也是要有 也是要有要求的 你不能一个咬指都是一样强的 所以可以从做坚强 中音在这儿 平稳弹就可以了 你看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把快速指去想难了 你就放在这儿安安静静弹 弹有什么难的吗 找中音就可以了 看我手指离弦多近啊 而且整体的这个手型感觉就是一直在 像一个小拳头一样在琴弦上过渡 没有你们看到的这样吧 没有 没有这样吧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会 其实我觉得就会简单很多 我觉得就会很简单这样去练习的时候 因为我的学生一般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练嘛 反正他们就是都是从基本功这样一点点上来的 所以说他们弹井冈山 就是当他们练完了分纸练习之后 我都会让他们直接来拿井冈山作为一个算是检验 技术的检验 啊技术的检验 甭管他之前谈没谈过 他可能之前谈他方法用的不对 那也等于白搭 都会让他们用井冈山 做一个技术的检验 一周全部 没有任何的从来没有发售过的速度 他他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 阴色阴质 都是特别饱满的 啊所以这个还是源于我前面说的那个 基本功的练习 你把那个练习找到了之后 你再去放到这个上面 你看你就能明白我刚才说的道理了 这个运行的道理是什么 其实我让我们离弦更近一些 你用手摸一下你的琴弦 你感受到哦这个琴是这样的一个弧度 我们弹奏的时候也要随着它的弧度走啊 这个是一个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弹听的时候我会比较注重这个问题 然后到了高音的时候 腰就别挺的那么直 稍微可以稍微往后靠一点 啊稍微往后靠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能给这个手关节更大的空间嘛 你看弹奏的时候 不能这样 千万不要肚皮贴着这个琴啊 这样弹琴 这个动作就很不协调了 刚刚说什么基本功能快速讲一遍 快不了 讲不了 已经讲过去的就是讲过去的啊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来晚了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快速 你让大家说我刚才讲的东西能快速讲吗 我说话已经够快了啊 但是点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如果有人录屏的话 你可以去找他们要一下 或者是 今天其实我的那个助理应该有录屏 我看他如果说 因为我其实每次是自己留一个资料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我看看让他上传到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方便看 你们要关注徐老师 所以他出来了 大家关注徐老师 因为有一些问题 你们可以去问他 比如说怎么进群 怎么加 怎么加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就是搜索称号如就可以了 这个就大家自己直接自助就可以加入了 然后就可以问他 徐助理可以再飘一会儿 你可以再多飘一下 大家可能一时没有抓到你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紧刚 对紧刚山上太阳红 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片段 所以其实不难吧 你这样抛开 抛开之后 发现其实并不难 然后打虎上山 打虎上山 也就是这一段 开刀 因为我们这个乐器有一点就是说特别容易跑音 但是我呢 特别要求音准 所以不能听到不准的音 所以我要调一下 包括大家也是 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尤其小朋友 千万一定要把琴调准 千万要调准 如果你不调准 总是听那个不准的偏音 那么将来对你的听力 就会有极大的影响 尤其要你要走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要这个这个有时长练耳 对吧 你就是 就是会比别的孩子弱一点 就是可能你听力 小时候造成的 不够精准 所以为什么一般就是在音乐学院 学西洋乐的学生 他们的世上的耳朵分在了A级 A级半里 就是他们听声耳朵就是好 它有绝对音高在那个耳朵里面 所以就是很好 谢谢大家 我口口水 可能听出来我嗓子有点牙了 但是我这次 但我这次的那个咳嗽好了 大家发现了 我的学生家长还给我寄了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生理盐水吧 就是那种能够清洗呼吸道的 但是我还没有用上 我前几天出差了一趟 就是去了趟绍兴 浙江绍兴去录制了节目 很神奇 就是到了那儿 去出发前的前一晚上 我还在咳嗽 而且这个咳嗽已经咳了好几个月了 吃各种大把大把药都不好使 那结果就是去了趟绍兴 到了那儿就好了 结果回来也没有再复发 所以特别开心 因为咳嗽已经咳得我的怀疑人生了 就是咳嗽挺难受的 尤其前两次直播的时候给大家 我都是强忍 但是有那么几次还是没忍住 还是咳嗽了 所以 真的就是这个身体很重要 然后顺便预告一下 就是之前我发了一个 我去录制节目的一个小预告 但是我没敢剧透 然后结果前几天 这个主角 因为我是给一个歌手去助演的 因为是生活中当特别好的好朋友 就是雨泉乐队的胡海泉 他一直在录制那个天赐的声音 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 然后他这一期呢 是第十二期 然后收官之战 收官之战 他就特别想 然后我们在台上合作一下 因为之前一直有这个心愿 没完成 然后他就一直惦记着 说那这次正好一个好的机会 我们合作一下 我说好 我本来是没有要剧透的 结果他前两天直播 自己在直播里说了 所以说了我就能说了 就没事了 然后就是跟胡海泉合作 胡海泉还有这个任贤旗 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台湾那边的艺人 像任贤旗张绍涵 还有王力宏他们 都没有办法到大陆 所以说 他们就在那个 那边跟我们云视频合作 云视频合作 还挺有意思 所以这个播出的时间 大概可能要两周之后 到时候我会再预告 好吧 所以你们如果加入群的好处 就是说群里会第一时间 公布我的这个消息 但是走音也会公布 大家关注什么都可以 公众号 就是能看到文章 好的 然后打虎上山 刚才说了一半 这个其实 其实跟我前面说的 就是举一反三 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慢练 正好出现一个逆指 你看所有的逆指 都需要提前量的准备 你可能一开始弹的时候 手掰不开 但是你多练多练多练 你的手一定能掰开 我知道这个逆指的提前量准备 实际不简单 提前准备量不简单 因为这个手很难掰开 甚至到那 我的有的学生都在抖 那我说那你就是肌肉 肌肉的力量不够扎实 你才会抖 你扎实了之后 你放在那儿就很坚定的 放在那儿 绝对不会抖的 所以这也是一样 这个密人密搜也是一样 好多人出错在密人密搜 实际你就是没有把力量放起来 重点 你不要把它放在密人密搜 而是在red的后面两个大搜 就是一个过渡 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 它有一个空拍 那这个空拍 这个空拍之前的这个音 软密发密软密搜 这个搜有两种弹法 你看我是弹 立刻指引 能看到吗 特别稳 这个手就是必须要做到这样 就是反复训练 可以先指引 你看我离这个音都是非常近的 所以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你会发现 指尖一定要离弦非常近 你不近的话 或者手指的动作太大 你就是会弹不稳 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稳定 当然了 我手离的这么近 它还不稳了 是不是 所以前面要求大家的 就是这样 触行快 快准狠 快准稳 一定要是特别稳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也可以提起来 但是提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刻度 只能在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撩手 这个是太重要的问题 好多人出现 都是在这个动作上 可以提起来 也可以 直接指引 又是我们的抚摸性的这种 这个手势运行 太简单了 这个技术真的不是一个难的技术 所以 举一反三 跟前面说的实际是一样的 因为我今天又不是讲曲子 我只是说 通过这个作品 让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技术 是能够通用的 其实我就想 这个目的 只要就是这个目的 咱们今天不是说讲作品的 主要是讲技术的 好 然后就是连遗恨 你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跟刚才说的 又是逆指 我就发现好多人出现 就出事就在这个逆指上 就这个食指上 你就反复在这一组练 对不对 再反复练这一组 连下 不就连起来了吗 你把它解剖开 然后哪怕今天下午我就练 你不就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吗 你再下一次 那你就把你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你总是不愿意面对它 你总是不愿意放慢 那你就永远就是在这 你就徘徊吧 所以其实技术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有很多 这个这个 就是说不是说那个 像 像公主修订艺这种 长期上课的学生 有的就是说过来指导一下 帮着看一下 就是 他们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我其实 你说 有很多人抱着很大的 就是那种期望 就是我这次一来 我全部问题都解决 因为好多人觉得上课 让我的课特别高效 高效是因为我很直接的 把你的问题指出来 但是剩下的是需要你练的 只要你练了 你就发现 肯定是有成效的 但你不练还是没有用 就是 就是只是上了一节课而已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给大家说完这些问题 也希望你们真的去练习一下 练完了之后 如果可以的话 你录段视频 你爱求我一下 我要能看到成效 对吧 那我是非常欣慰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吧 我们的快速止据的分指 就是分指练习 就是说到这儿了 说的挺多的了 在下面我就说一下轮指 轮指 实际跟我们刚才说的分指 也是一样的 可以举一反三的 你在练习的时候 就刚才我说了 练那个手指的独立性的那个 也是你练轮指的一个前提 也是练轮指的前提 当然我觉得你是要把快速止据稍微练 练好了之后 你在谈轮指实际是更简单的 说轮指到底比快速止据难还是简单 我到现在我也没太判别出来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 它还属于不太一样的一个训练训练的一个方法 因为轮指它是在一根琴弦上 实际是需要说我们弹奏的时候 更要掌握有一个手感问题 就是你触弦的那个手感 为什么说手感呢 如果说就像说这个人啊 他大手大脚 就像你弹分指的时候 实际我是可以这个手指的运行 刚刚我说的有一根弦的运行 可以手指稍微幅度大一点 但你在轮指上就不行 你在轮指上 你那样的话就会出现啪啦啪啦的杂音 你看好多人在打卡练这个快速止 不是 轮指练习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出现了什么呢 过弦的时候 必须得断开它才能过去 那你听我这个 你听起来它实际上一个摇指一样 连成了一条线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试一试 就是从大指开始练 就是不要从四指开始练习了 不要从四三二一 这个指续练习 从大指开始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然后也可以用我刚才说的 那个科学的那个方法 比如说 你看一组是这样的 两组的话 因为中间的过程还是手起 头起尾收 对不对 你看 中间是不能动的 三组 四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意念性的方式练习 我觉得只有你现在练了才知道 反正我的学生在这一般学习这个的时候 都是一下我怎么能弹一下弹三组了 我怎么一下弹四组了 反正都是这种功名 我跟学生之间 因为你们现在跟我都是 你们在屏幕里面 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完了之后 你只能自己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 我已经在所有学生身上都是成功的实现了 所以就是按照刚才那个科学速度 你可以先一组 然后两组试试看 你看大家 放放放放放放 只有最后才能收啊 就是头起尾收 三组 你想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动不能跳的 要把它连终一条线 一口气弹完三组 一口气弹完四组 一股气弹完四组 一股气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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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动 不要乱动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 你看我的手 你先这样把手放到琴弦上 但是手指 手指垂直于琴弦 其实弹伦指的时候 大概手位是这个方向 千万别这样 千万别这样架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们弹的 就这种 感应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放到底 把力量放到底 这个时候你看轮起来的时候 自然的跟关节就向上带动了 所以我刚才一直都没敢给大家讲 这个跟关节向上带动 你们发现没有 我一直没敢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教过学生 跟关节向上带动 是因为它轮起来的时候 它自然就带动起来了 你如果说还没开始练 就先找跟关节向上带 它就是一味的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实际跟它弹奏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好多人弹音机型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是从我的教学观念 有可能从其他老师的教学观念 他们用这个方法也能行得通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那个点 我教学生反正没有教过 跟关节向上带动 我只是刚才那个方式谈 它轮起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自然的就轮起来了 很自然 轮子也知道 那么轮子在过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手感是有一种什么感受呢 就是松紧松的感受 你一开始轮的时候 绝对不能紧 你看我帮我弹那个 实际上这个慢慢好 这个旋律 我一上来绝对是松着进来的 就像是摸着进它的感觉 然后千万别闯进来 千万别从低音开始就 这种对妈妈表达爱的方式太强势了 所以我们温柔一点 温柔一点 然后我又觉得 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小曲子 小片段来弹 挺好的 你把你的爱意 传递到指尖的时候 其实轮子特别需要有情感共鸣 是特别需要有这种真切感的 而不是很生硬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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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断藏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刀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紧一点 刀紧的时候 拉走拉 松紧松 又松回来了 然后 没逃过弦来 那个应该是一个发的音 就是你都是可以弹 你看我的重心要上套 然后从刀到拉的时候 你看是需要跨度很大的 对吧 那么我在弹奏过程当中 一定要提前预备 你看 你看我是很 为什么老有人 主播要跟我PK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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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的时候 你看我要到拉吧 但是我绝对一定要脑子 有一个十足的概念 就是我人没过来 我的所有的一切 全部到拉准备了 你就能过来了 如果你没有想法的时候 你过来一定会出现意外 啊 而且过 就是当你过弦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旋律进行 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摸着进来 就是从弱 慢慢慢慢 把它从虚到实的一个过程 就刚才我说的 松紧松 这个过程 到收尾的结尾的时候 也是弱 那这个时候 你的旋律线条就有了 然后你的肌肉在呼吸 我们呼吸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感受 就是在呼吸 明白吧 连线 我可不能连线 跟他们PK啊 他们来了 不就影响我们的 那个讲课了 对不对 之前本来我 之前的时候 还有说跟我身边的朋友 明星朋友 要在那个线上连线 结果他的设备有问题 那是之前了啊 就是如果我真的 做一期那样的连线的话 只是跟朋友玩一玩 不会说是讲课了就 所以大家如果在那个直播间下 他们轮指怎么弹 腰指怎么弹 我估计我可能没法讲 所以我一直没有做那个连线 好 然后呢 你看这不是 你就始终感觉 这个四指 一直有一根线 拽着走 拽着走 他就是一个牵头的那个人 其实有时候 把他想的 就是形象一点 用意念化 想的形象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就把你的那种紧张感 就给消除了 你的概念光想着说 哎呀有个线 敢先走 大家可以拿链 随便拿取出链 所以技术 就是说 当你掌握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它是没有障碍的 你问我能谈多长时间 一直谈 谈到我不想谈为止 只有说自己 想断掉 它才会断 当然如果说 我一松神的话 一看 可能也会有断的 如果我不想断的时候 它还是 尽可能的事 让它保证 百分之九十 是不会断的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演奏家 这些优秀的 他们演奏家 在台上演奏的时候 能感受到 就是零失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自己 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 自己是能够 驾驭这个琴的 然后轮指拍子弹几下 这个没有规定 就是匀 匀就可以了 匀速 千万别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你用读手试上试试 你就是这样 从根底下拉着一根线 我觉得用意念特别好 我在抖音前两天 看了一个声乐老师 一个国外的声乐老师 他给学生讲 那个就是说 那个音高之间的转换 然后但是他手里 拉了一根线 他就一直用那根线 来告诉学生 不管你怎么去转换 他都是持续在 一根线的那个保持下 这个状态 就很连绵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 连接的缝隙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看着我就很启发 就我平时练习的 也是有这种 这种概念 就是老师脑子里 会有一个我 拽着 别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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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意念 来决定我的手指行为 就这个还是一个 挺好的训练 加上我觉得 还有一个 题外话 我觉得源于我的父母 比如说我小时候 在来北京 求学之前 都是我爸爸带我 然后他那个时候 带我的时候 我所有的曲目 就是当老师给我上完课之后 我爸爸在家 要作为一个辅助性的 帮我去听啊 帮我去纠正啊 什么的 然后我爸爸本来就 比较有天赋的 因为有天赋的人 所以他乐感特别好 然后每次我在弹 一个曲子的时候 他在旁边就是 已经就 恨不得就能跳上了 他根据那个曲子的情况 然后比如说很悲的 他在旁边就恨不得 已经哭出来了 就是他的那种引导 就对我来说 还挺挺挺好的 就是说 对乐感的这种 情绪的把握也好 或者以及 刚才我说到 小时候谈咬指 我爸爸最不能听我 就是咬指断 我一断他就 哎呀 就这样 他每次那一 挨压的时候 其实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又不想让我父亲失望 所以我每次咬指的时候 我都是那个脑子里想到 千万别断 如果你千万不要断 就是这种 让我发现这种意念性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就避免了很多 很多的这种失误 所以我就说 练琴的时候呢 你脑子里一定要有一根 下 是拽着自己 一定要有意义 一定要有目标 一定要有压力 这种时候练琴的时候 效率是极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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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到了北京 在老师这边去学习的时候 又是我妈妈带我 她也是一样 妈妈也是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快速直序 只要一断了 哎呦 她就在那表现出了那种无奈啊 这种失望 那种 我就不愿意看到那种表情 所以我就练习的时候 特别专注 就是尽量做到不断 就是不让他们失望我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不断的 这个练习 可能源于我父母 下时候对我的这种逼迫引导啊 好的 所以轮指呢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了 其实啊 跟分指是相 差不多是相邻的 只是说我们的一个轮指 你更需要的这个核心能力 就是我们的手掌的核心能力 你发现轮指的时候 就是在靠掌力 在控制 靠掌力在控制 掌力在燃烧啊 真的是这种感受 移动 秦弦 移动的时候 就是跟着我们的 琴弦的位置去走 整体的动作都是要跟着走的 千万不要 整个很佛系的坐在那 然后就光手在那动 就是弹琴的时候 一定要整个重心 身体的重心 手的重心 都要一起带动 就会比较好 然后时刻提醒自己 放松放松放松 包括我自己在练 现在也一样 放松放松 时刻提醒自己 好吧 就是这样的吧 好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只讲快速只需分轮值 你们问到的其他问题 那不是说我抠门不想讲 我只是觉得每一次我们要摁着一个专题 把它解决 因为你要知道内容 如果我想经讲的话 它不是你两句话能说完的 你随便问一个扎装怎么谈 脱批怎么谈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技法 我得给你开始讲原理了 我得开始给你讲用力了 那么这 这个一下就过去两个小时 所以 不是不回答你们 而是说 嗯 今天咱们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把重心放在了这两项上 然后我们有其他的 你看现在是几点了 我们在这样哈 我们别弄得太晚 因为大家都要休息 我呢 也有这个夜间的自己的安排 嗯 就是运动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的运动时间就是在晚上九点以后 九点以后 嗯 所以这个这个 大家也是到晚上都有自己的安排 嗯 所以说呢 我 咱们都互相 不去弄这么长时间 咱们讲完了 今天好 我就学到这些了 其实你就是已经很大的收获了 那以后呢 我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的想法是下一次再给大家看看 嗯 我想再出一个打卡的练习 嗯 摇指吧 摇指 然后我再经讲一下摇指 你看你这个极大计划 就慢慢都在学嘛 对吧 不要着急 你不要在这 问我那么多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现在我们聊聊天吧 我们这样聊半小时 嗯 聊半小时 然后呢 看 看着屏幕 大家可以 说 嗯 我看啊 我看这个吧 嗯 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包括还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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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技术是气 是你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 就是你挡 掌握了技术之后啊 切勿被技术绑架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成为技术的奴隶 所以技术当然是很重要 最终我们 嗯 就好像说 对了 是 小时 别人 就是 对了 所以